给大家做一锅粉色的爆米花 等于说呀不知道怎么做一锅彩色的爆米花 来今天我教大家怎么做 首先我们准备这个糖 准备一点小粉色的糖 这叫粉蓝色 然后我们开火 大概开一个中火 开完火之后咱们这是不停的搅拌糖就可以了 我教你怎么做啊 你首先你准备一个带颜色的糖 咱们才能做一个彩色的爆米花 那我今天给大家做的就是一锅粉色的爆米花 然后开完火之后呢 咱们就是不停的搅拌它就可以了 一定要搅拌均匀啊 就像我这样不停的这么搅拌均匀啊 哎我就发现了我这个手机啊 拍照颜色特别不好看 特别冷 但是我在我的右眼中它就是一个粉色的 现在就感觉有点像小绿色了 很奇怪啊 来开始不停的搅拌它 一定要像我这样啊 不能停 手千万不要停了 大概搅拌多 什么时候去盖上盖子啊 因为我会告诉你们的 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就这么不停来回来回的这么小搅拌它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开始加速 哇塞 这个糖真的太好看了啊 这个小颜色 你们猜能不能成功啊 好香啊 哎呀看到吗 这小蓝色的出来了 现在我的粉色还没出来 哎 你看吧 渐渐变成绿色了 不知道咋回事呢 怎么会变成绿色呢 哎 难道高温它会变成绿色吗 有知道的吗 如果说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 来就这么不停的去搅拌它 一定要搅拌均匀啊 好 开始冒 冒泡了 正常来说 如果我们用白糖的话 它是不会冒泡的 但是我就是不理解 为什么用这个糖老师要 老师会冒好多好多好多的小泡泡 而且为什么变成紫色了呢 我这锅 说好要做一锅粉色 说好加压做一锅粉色了 哎爆开了 来盖子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以后啊 咱们就不停的晃锅就可以了 哇塞好期待呀 不知道能不能做一锅粉色的爆米花 现在晃一晃锅啊 来关火 来三二一 哇塞 怎么变成这个颜色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